就之前說通篇其實團結美國是主軸 但是對於拜登的新的團隊來說 其實要怎麼樣跟媒體打好關係 可能也是當務之急 郭教授你怎麼看 我覺得美國基本主流媒體 是站在民主黨這一邊 所以他基本上 如果做的有一點點成績 一定會被媒體放大 來稱讚他 只要做的跟前任不一樣就好 我認為是 可是問題就是他留下來的 不是跟前任對比的問題 而是前任留下來都是很深刻的問題 比如說疫情 疫情你就直接碰到 我昨天就看到拜登 福奇 福奇就出來講了一句話 他說未來一個月 美國的死亡人數可能會高達50萬 美國現在是40萬 總數 對 總數 未來就一個月可能會增加10萬人 那就非常嚴重 美國二戰才死了41萬人 而且我知道的狀況 比如說我很多朋友在加州 很多加州的醫院事實上都已經人滿了 所以這個疫情它到底要如何處理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他擺日內說要求要戴口罩 對不對 可是美國人跨境 如果不戴口罩你如何強制呢 這個就是所謂的如何落實的問題 美國要強制難度真的非常大 還有包括疫苗的分配 這個牽涉到它的行政的量要發揮出來 然後還包括它的疫苗要增產 增產它希望在百日內能夠迅速配發1億劑的疫苗 這個坦白說我現在都講實際面 就執行上難度都非常大 其實最新的外電拜登自己就也跟大家說明了 是他的預估有可能會突破60萬人死亡 針對這個疫情的部分 所以在這個時候講 當然是呼籲大家都要趕快打疫苗 因為這個比較安全 不過看到他在上任之後 火速簽了17項行政命令 橫跨包括了內政跟他的外交 但不只是行政命令 拜登政府俠著1.9兆美元紓困計劃要闖關 但是像包括共和黨的猶他州的參議員 Romney還有包括像阿拉斯加的參議員 Morinsky也已經反對了 但這個法案如果想要在參議院過關的話 至少還需要有10位共和黨籍的議員來支持 那看得出來民主黨在參議院現在的脆弱多數 有沒有可能會互送過關呢 阿拉斯你的觀察 這個法案不容易 一個他數額相當大 1兆9千億 而且最近已經不只是 Romney跟Morinsky他們反對了 還有幾個參議院的共和黨的議員 都已經出來反對了 他們反對的有很多 因為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你前一陣子這個才通過一個紓困案 他跟這個川普的紓困案 一個人可以拿600塊美金的那個 那麼接得非常的近 接得非常的近 當然這個紓困案 其實我覺得是川普出示提升 而且他很重視的 他在沒有上任之前 他大概好像15號他說 就做了一個公開的演講 也很長 也很善情 也講了很多感性的話 那麼他這個法案叫 American Rescue Plan 就是說救助美國的一個計畫 可見他認為美國真的問題很嚴重 那這裡面一些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其實它是一個package 一個法案 它裡面除了 主要是紓困跟這個疫情的問題 可是還有一些有關這個稅 有關這個失業救濟金 甚至這個小孩子這個 報稅他的這個減稅的方案 還有地方補助 地方補助 這都很重要在這裡面 那這些東西都會很有爭議的 因為這裡面牽涉到民主黨跟共和黨 基本價值不同 而且過去很多年 這都是爭議的焦點 那你現在把了一兆九千一 放在這一個包裹性的法案裡面 想醫師通過是很難的 而且最大的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眾院你是很快可以解決 可是你到參院以後呢 參院有很多這些阻礙法案的這種 一些成規或者一些議事規程 那麼以現在共民主黨只掌握50對50 最後一個最重要的一票在那個副總統 參院主席這一票 是不足以能快速讓這樣一個法案通過的 那麼參院有這個菲勒巴士 就是冗長辯論這個方式 你要透過這個super majority 就是60票 那60票要去阻止個feel buster的話 那你就需要有10個共和黨的參議員 眾議參議員來站在民主黨這一邊 那現在你民主黨是不是100% 我覺得還不一定 那你這個要再從50席的參議員 共和黨參議員叫他有10席站到你這邊來 這個以美國這個議事傳統是非常困難的 非常困難的 那所以這個法案可能會現在還沒有 好像還沒有送出去 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還有幾個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參議員現在很忙的 而且兩個有些是矛盾 一個就是對於這個川普的這個彈劾案 如果彈劾案送過去以後 現在他們好像我今天看到 就是說好像要2月6號以後 7號以後才處理 要給川普一點時間好了 來 拜登 拜登 對 要給他一點時間來準備 拜登也需要準備 那你如果這一場戰爭在 就是說彈劾案在參議員開始以後 那他的這個能量都被吸收很多 是 是不是有那麼多精力再來 顧及你這個所謂 American Rescue Plan 這個紓困案 那另外一方面 川普的這個拜登的重要人士 最近也一直在通過 所以參議員手上抓了很多東西 對 所以這個案子看起來 可能會滿困難的 可是剛剛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美國的這個疫情 它這個施打疫苗 現在嚴重的落後 而且疫苗也不夠 那這裡面有很多錢 是跟疫情的疫苗有關的 我看了一個洛杉磯的報導 洛杉磯市長說 我們那個到期的那個Stadium 我們的Capacity是1萬2千人 可是你每天你只給我2千劑的疫苗 也就是說只到六分之一的能量 所以美國的問題 現在我覺得拜登應該是交頭爛爛 不過現在錢是一個很大的issue 其實企業也在觀察的 就是金融市場很擔心 拜登增加企業稅這件事情 美國財政部長的提名人葉倫 在參政院的聽證會上表示 疫情結束之後才會實施 要把稅率從目前的21%提高到28% 但是這個增稅的部分 會不會在後續 特別是要針對大企業 指標性的大企業來實施呢 還是說 收入稅本來是35 對 川普是35降到21 那現在雷妍你怎麼看 我最近幾天就是看 華爾街的各樣的分析 其中有一部分大使剛剛有講過 其實我們如果從一個真空的角度來看 的確有這些困難 可是如果你把它看到 面對疫情的角度來看 我認為它其中有些分析 是很有道理的 第一個就是葉倫他在他 無論是他的書面 或者是口頭的這些說明裡面 他都很清楚的說 我的首要 因為過去他是在做FED 所以是貨幣政策 他現在首要就是財政政策 而且財政政策裡面一部分就是要讓 現在的人的搶救 他的基本維生能夠維持 第二個就是要發揮 政府財政政策所的有的功能 就是支撐經濟復蘇 所以它的優先順序現在非常清楚 搶救先 搶救不回來的話 其他都免談 再來所有的所有企業 在返還在2017年之前的那個情況 這是華爾街他們最多人 覺得最恐懼的 葉倫也講得非常清楚 在我的情況沒有改善 我不會做這件事情 那情況何時會改善呢 大部分科學的論證都是說 2023年 所以說眼前他不會立即有這些事情 就算有 不會是那些一直說 他們這些人很可怕 他們要回來加欠稅的這些人 所把他們當成女巫一樣的這種講法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我覺得在這個1.9兆的紓困案裡面 有一部分是搶救的部分 是沒有爭議的 無論你是民主黨或是共和黨 你的州裡面都有非常非常需要的人 房子可能會被收回 要被趕出去的 孩子沒有錢吃飯的 學校關的時候 這些錢沒有人會打 所以大部分的分析師也認為 1.9兆裡面一半沒有問題 另外一半固然是民主黨跟共和黨 在選舉過程中的爭議 但是現在選完了嘛 現在大家要決定新的未來怎麼走 拜登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說 你們要讓我至少要過一部分 所以我覺得會過一半以上 過的這一部分是說 我需要有基礎建設 我需要能夠去施打疫苗的 訓練人員的去做PPE的 這些錢呢你都要給我 因為地方沒有預算 必須要用聯邦來支持 要用FEMA來處理 所以他這一筆錢 雖然說是過去在地方的這個稅 兩邊的增值非常的嚴重 但是跟抗疫有關的 跟搶救經濟有關的 我覺得他是可以通過一部分的 了解好 在這個時候其實大家也會關注 雖然說川普已經卸任了 但是川普說他要組黨嗎 這個如果真的組了一個第三黨 在美國行之有年 悠久歷史的兩黨政治下 有沒有空間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環宇全世界